1950年6月25日,作为中国和美国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与杜鲁门同时接收到一份紧急消息,朝鲜战争即将打响。 当时杜鲁门还在休假,看到消息的一瞬间便结束休假,命令驻日本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出动,准备攻击越过三八线的朝鲜人民军。 同时,他也只是在菲律宾驻扎的美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挡解放军解放台湾,并公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海峡中立化。 看到这样的消息,蒋介石也认为解放军将解放台湾,并可能在1950年5月份进行海上作战的准备,他当即紧张起来。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看到这种情况,也不会置之不理。 迈克阿瑟当时认为,就算美国插手朝鲜战争,将战时推至鸦鲁江,中国也不会派兵。 要知道,美军入侵台湾,浙江直接干预到中国内政,这种赤裸的侵略行为,我国怎么可能不会有所行动。 随着他们的举动和想法越来越过分,也激发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怒。 不久后,毛主席在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亚洲问题应由亚洲人自己决定,而不是由美国决定。 面对美国对亚洲的侵犯,我们坚决进行反抗。 随着美军插手朝鲜战争,朝鲜局势拨鬼云厥,美军利用掌握制空权,派遣战机侵犯我国东北边界,不断轰炸和扫射导致人民生命及财产严重损失。 面对美国的侵略,毛主席明确表示,朝鲜爆发战争,美帝国主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理会,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发动反攻。 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被截断,迅速向三八线附近进军。 15天后美军已经接近三八线,看这样的情况,他们越过三八线只是时间问题。 对此毛主席发出指示,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虽热衷和平,但绝不容忍别国的侵犯,更不能坐视帝国主义者对邻国的侵略。 其实那会不止迈克阿瑟认为我国不会出兵,就算出兵也不怕,因为中国刚成立,武器装备与美军有巨大差距。 何况美军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除此之外,迈克阿瑟认为他们有一个大杀器,那就是原子弹。 如果美军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原子弹能解决很多问题。 但我们都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最终以志愿军的胜利结束,美国即便失败也没有使用原子弹。 这是为什么呢?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过程中,曾高傲地说,我们美国的先进核武器能摧毁世界。 其实他的话并非夸大其词,原子弹就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武器。 美国唯一一次使用原子弹是对日本使用的。 在1945年,美国对日本投掷的原子弹炸死7万多人,受伤者超过5万人,导致数万人失明,烧伤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面对这样的情况,美国试图在朝鲜战争凭借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核恐吓,试图压制中国,但他们不了解毛主席的聪明。 当初迈克阿瑟狂言,如果中国敢侵蚀美国,和我们作对,肯定会使用核武器炸毁中朝通道。 但高瞻远瞩的毛主席并未将他的恐吓放在心上。 在毛主席看来,美国几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并不可怕。 其实虽然美国有原子弹,但使用的话,还要考虑许多因素,如果必大于力的话,美国不会轻举妄动,而当时确实对他们不利。 首先朝鲜战争实际上是苏联在控制,用原子弹打击朝鲜不但无效,反而会给南朝鲜造成重大破坏。 其次朝鲜当时没有值得实行和打击的目标,核武器的威慑效果远比将他们投入朝鲜战场更有价值。 最后杜鲁门当时在国内的支持者稀少,如果使用了核武器最后导致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国际影响,他就会完全失去地位。 期待